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锅皮线光缆 将皮线光缆放置夹具 进行剥离 剥离的时候将米勒钳放在夹具顶端贴紧 进行剥离 剥离完毕 用蘸油酒精的无成纸 进行擦拭 弯曲度测试 将甲具放入切割刀 槽道 顶刀头进行切割 切割完毕 取出皮线光缆 将皮线光缆 穿入快速临接其主体 当皮线光缆 穿至阻挡处会发现 光纤有一个拱起 这时 按紧 尾部 取出微型槽 开启条 将尾护套取上来 选紧 套上外护套 这时 操作已经完成 就可以正常使用 由于我们公司的快速连接器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它的重复操作方法 首先第一步 将快速连接器倒置 取下外护套 将明星槽开启工具 放上并且推至前部 旋开尾护套 取出皮线光缆 接下来就可以根据之前的方法进行重复使用 注意 重复使用的时候 要保证 这个重复开启的卡片 要保持在我们的主体上 要保持冻刃